妈妈我要听好文章 父亲树林和鸟 父亲一生最喜欢树林和歌唱的鸟 童年时,一个春天的黎明 父亲带着我从乎陀河岸上的一片树林边走过 父亲突然站定,朝幽深的雾的树林 上上下下地望了又望,用鼻子闻了又闻 林子里有不少鸟,父亲喃喃着 并没有看见一只鸟飞 并没有听到一声鸟叫 我茫茫然地望着宁神静气的 像树一般屋里的父亲 父亲指着一棵树的一根树枝对我说 看那里,没有风,叶子为什么在动 我仔细找,没有找到动着的那几片叶子 还有鸟味,父亲轻声说 他生怕惊动了鸟 我只闻到浓浓的苦味的草木气 没有闻到什么鸟的气味 鸟也有气味 有,树林里过夜的鸟总是一群羽毛捂得热腾腾的 黎明时,所有的鸟抖动着浑身的雨林 要抖进露水和湿气 每一个张开的会舒畅地呼吸着 深深地呼吸着 鸟要准备唱歌了 父亲和我坐在树林边 鸟真的唱了起来 这是树林和鸟最快活的时刻 父亲说 我知道父亲此时也最快活 过了几天,父亲对我说 鸟最快活的时刻 像天空飞离树枝的那一瞬间 最容易被猎人打中 为什么?我惊愕地问 父亲说 黎明时的鸟翅膀潮湿 飞起来沉重 我真高兴 父亲不是猎人